国产500cc级别 性价比最高 性能最强的复古车型终于来了 赛克龙RE560今天正式宣告上市 36800元的售价 简直堪称价格屠夫 废话不多说 小编带你看看赛克龙RE560 究竟强在哪里 这个外观不用过多介绍了 RE系列家族化的英伦风格复古 颜值相当高 因为排量更大 RE560的细节部分做得更加精致 首先 RE560的动力是一大亮点 该车搭载与英国诺顿联手打造的 ND560双缸动力平台 是国产500cc级别 复古车型当中排量最大的 同时也是性能数据最强的 550.4cc排量的一部 双缸水冷8气门发动机 最大功率43.5千瓦 最大扭矩55牛米 0百加速仅需4.2秒 已经非常接近 某些国产650级别的双缸车型了 其次 RE560的配置规格出类拔萃 配备48毫米的倒立式前叉 支持20段回弹可调 多连杆的中置后减震 具备15段阻尼 两段弹簧立直调节 前320毫米双盘搭配 西护镜向四活塞刹车卡前 后260毫米单盘搭配 西护双活塞刹车卡前 标配博士9.1双通道ABS 被耐力半热熔轮胎 RE560还有5寸的全彩TFT仪表 支持IP67级别防水 手机投屏导航等诸多功能 而且还配备了 镂空光环LED 自动光感大增 逼格感满满 最后 再看性价比 在500cc这个级别 赛克龙RE560占尽了排量优势 比他贵的排量不一定比他大 比他便宜的配置一定比他高 性能优势 价格优势他都有了 他的性价比就很直观了 其实小编之前就有试驾过RE560 相比同级别的竞争对手 这台车的动力表现和运动特性 让人印象深刻 更多有关RE560的试驾视频 敬请关注Top1摩托 啊 啊